昨天2019年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发布 从7月30日起实行 目录较大幅度地增加鼓励外商投资领域 新增5G核心原组件等条目 将对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 实行免征关税等优惠政策 2019年版鼓励目录总条目 新增或修改条目80%以上 属于制造业范畴 支持外资更多头向高端制造 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领域 在电子信息产业 新增5G核心原组件等条目 在现代医药产业 新增细胞治疗药物关键原材料 大规模细胞培养产品等条目 在新材料产业 新增或修改航空航天新材料 单精硅等条目 在装备制造业 新增或修改工业机器人 新能源汽车 智能汽车关键零部件等条目 对于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 在投资总额内 进口自用设备 实行免征关税政策 此外全国目录继续加大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发展支持力度 在商务服务领域 新增或修改工程咨询会计等条目 在商贸流通领域 新增或修改冷链物流等条目 在技术服务领域 新增人工智能清洁生产等条目 说在一个全球的 就是贸易投资和技术的保护主义 上升的情况下 中国的鼓励类很大程度呢 就是怎么能够用更开放的举措 来反对当前的贸易投资 和技术的保护主义 感谢观看